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雞腿哥哥 今天要來跟各位分享明朝的遊戲攻略 希望可以通過這部影片讓各位快速了解隊伍該如何搭配 同時會推薦幾隻好用的猩猩角色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不囉嗦直接開始吧 首先隊伍搭配的部分建議選擇主C加負C加奶媽或者輔助 這樣會比較好 因為正常來說要打擾的對手一定會需要輸出手段 如果只帶一隻輸出萬一被打倒了只剩下兩隻輔助 雖然說還是有機會打贏 但需要的時間跟失敗風險就會提升 所以這樣的搭配會比較好 那麼主C的部分 季炎、安可、卡卡羅、羚羊、赤霞、丹井這幾隻都是 基本上只要選擇自己有的去培養就好 但四星主C的強度跟五星會有差距 所以如果不想浪費支援的話也可以先使用主角來代替 等之後有強力角色再換 然後記住主C一定要優先培養 因為關卡的部分會有秒數限制 所以要以打倒對手為重點 所以-C的部分散滑是我最推薦的選擇 他的攻擊節奏與傷害都非常出色 是培養起來絕對不虧的角色 最重要的是他所有隊伍都可以搭配 因為他的演奏技能可以讓下一位登場的角色 普通攻擊傷害加升38% 而且效果持續高達14秒 所以是目前CP值最高的四星 如果有拿到的話可以放心投資 所以其他人選我認為就沒有那麼萬用 但我比較偏特定搭配 但如果想要知道的話 可以把自己的角色留言給我 我會再幫你們配對組合 最後奶媽或輔助的部分 目前最強的選擇絕對是威里奈 他的奶量自然不用多說 演奏技能還會提升傷害 最重要的是 如果有技能生命的恩惠 可以讓角色的鎖血不死 大幅增加容錯率 絕對是目前最強奶媽 至於沒有威里奈的玩家們 也可以選擇培養白紙 他也是一個非常棒的角色 而且是目前為二的奶媽 後期還能擁有復活效果 光是這一點就絕對值得培養 而剩下的四星角色 目前來說大部分的玩家們 應該都會自選或首抽威里奈 所以就沒有推薦的必要 不過如果大家支援OK 想要特定搭配的話 還是可以留言詢問 以上就是這次為明朝帶來的遊戲攻略 希望大家會喜歡 配的話請幫我訂閱、按讚、留言 我是姬特哥哥 我們下次見掰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